FM首席财务官昨天有一个访谈,除了像以前一样,将自己公司的未来增长潜力之外。 重点谈了市场非常关心的两件事,一是公司和苹果的合作,很多问题集中在这个合作上。 第二个是回应了公司所代表的先买后付行业对现在美国消费者的债务问题的影响。 重点讲了公司产品和信用卡的重大不同,下面就是我选择的这两方面的问题。 问题,苹果公司宣布,把你们的先买后付产品加入自己的钱包之中,这在市场上引起了很多反响,能不能先谈一下这个? 回答与苹果的合作让我们非常兴奋,我们一直致力于增加分销的渠道,其中包括市场上的钱包产品。 而且,这个钱包不仅是一个普通的钱包,而是一个规模庞大且重要的钱包,来自苹果。 好处很大,这将实现无缝商户整合。 我们与大型平台以及钱包合作,让我们继续直接向消费者分销产品,除了在商户网站上集成之外。 包括我们的钱包产品越多,消费者就越有机会看到我们。 前然,钱包越大,钱包使用的越多,对我们来说就越有影响力。 因为我们的消费者有机会安全地了解我们,爱上我们,必有机会再次看到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更多原本不会看到的用户。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潜在市场。 至于我们目前的钱包分销战略是一致的。 问题,苹果选择你们,而不是其他公司的独特因素是什么? 回答,大型的企业更青睐于我们。 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我们作为金融科技公司具有信誉。 在一些最大的技术和商业平台上具有信誉。 我认为这归结于许多因素。 首先,我们是一家产品和技术领先的公司。 我们能说他们的语言,能跟上他们的速度, 可以理解他们的担忧和要求。 通常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些要求。 当你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和公司合作时, 这些要求显然非常重要。 再有,他们非常关注可靠性和服务水平, 关注你如何服务客户。 我们以消费者为先的方式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希望确保像我们这样的产品提供时, 他们将为消费者体验感到自豪。 消费者将拥有良好的产品体验。 我们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包括对产品进行改进, 使其不会发生令我们的伙伴尴尬的情况。 例如,我们不收取延期利息, 不收取支拿金, 结账体验非常顺畅。 我们直接提供透明、简单易懂的产品, 让这些大品牌愿意为我们背书。 最后要说的是, 我们产品的多样性在这里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只能做一件事, 我们就很难赢得最大的企业合作伙伴关系。 但我们有多种产品, 客户可以选择四次支付、 两次支付, 或者在任何时间段内支付。 我们可以将贷款分摊到几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收取利息, 也可以不收取利息, 还可以收取较低的固定利息。 产品种类如此丰富, 意味着我们可以构建更多的用力。 我们的最大合作伙伴更希望与我们整合, 以为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处理更多类型的交易, 与我们合作比与规模较小的公司合作回报更高。 问题, 消费者是否需要一张你们的卡才能使用钱包, 这是如何运作的? 回答, 这两者是分开的。 你仍然可以用卡在商店支付。 它看起来就像一张信用卡。 当我们与钱包整合时, 你不必拥有我们的卡, 也就意味着新的用户可以看到它。 而且, 即便商户和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和苹果的这个合作也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从这些商户的网站购物。 问题, 公告特别指出, 整合将近支持美国用户的在线交易。 因此, 怎么考虑另外两个可能的未来扩展机会, 线下交易和美国境外的交易? 回答, 我们专注于迈出第一步。 但如果你看看, 我们几乎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合作伙伴, 他们都是从一件事开始,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 因为我们为商家、消费者和合作伙伴 带来了真正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北极星。 我们总是说, 我们的北极星是确保商家和消费者双赢。 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这些合作伙伴就会希望我们与他们合作。 你知道, 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上个季度的增长率, 明显高于公司增长率。 尽管这些合作伙伴关系已经存在了三四年, 但是我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与他们共同成长的方式。 有时是新的地理区域, 有时是新的功能, 有时只是老师的改进和转换, 但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机会。 所以, 当我想到机会时, 我不会局限于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问题, 在你们看来, 美国消费者和消费环境目前是什么状况? 回答, 我们看到的结果符合预期, 消费者仍然受益于强劲的就业和工资增长。 我们有点担心储蓄率太低, 我们所有人肯定都有宏观经济是否健康的观点。 但就我们查看的数据表明, 消费者仍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并积极就业, 以便履行他们的义务积极还款。 消费者的需求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受益于消费者用钱包投票选择新的借款方法选择我们。 市场上有人过度担心债务方面, 尤其是夸大先买后付, 对美国消费者债务的影响。 这是非常大的误解。 我们的产品旨在帮助消费者快速摆脱债务。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事实。 我们的产品速度非常快, 迫使消费者按照非常快速且固定的时间表还团。 因为它不是循环贷款, 它所制定的时间表是固定的,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 它具有极高的速度。 这确实吸引了资本市场投资者。 因为这意味着风险状况不佳的资产会因为其快速减少而获益。 对于消费者来说, 很难长期大量使用我们的贷款, 因为每个月都要偿还相当一部分贷款。 因此,我们的方式使用户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时, 能够非常快速地减少贷款的余额。 信用卡则相反, 信用卡余额会莫名其妙地停留在同一水平, 让消费者陷入困境。 我最喜欢的统计数据之一是, 在我们报告季度数据时, 上季度发放的贷款中有45%已经全额偿还。 也就是说,财报结束大约6周后我们会报告数据, 当时财报中45%的贷款已经全额偿还。 你想想看这种速度。 因此,我们的产品是解决方案, 而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这就是这次访谈的重点内容。 问题请留言。 我们直播回答。 谢谢。